美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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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丑的一部剧场公司 哈喽大家好 我是Nikki 那今天呢要来分享这个两年呢 我最喜欢也最推荐的三部台剧 我还记得小时候呢 有一段时间可以说是台剧的黄金时期 2001年诞生了流星花园的F4 朗朗善口每个人都会唱的就是陪你去看流星雨 对然后紧接着呢在2005年呢诞生了洒气的香情配上酷帅之术的恶作剧之文 后续呢恶魔在身边然后麻辣先师命中注定娃妮等等的 只能说就是童年陪伴妮我长大的台剧真的是历历在目 那也有很多人说怎么感觉后来的台剧呢就没有以前来的那么经典又深刻的 就好怀念以前的时光啊等等的 不过呢从2019就是近两年开始呢接连出现了许多优质内容的好作品 许多人呢也纷纷惊叹新台剧2.0的时代终于来临了 那我自己呢在近两年真的也看了不少剧 的确呢令我惊叹不已的台剧呢可以说是越来越多了 个人呢不大爱追连载就基本上都会等完结了再看这样子 因为曾经有追连载结果最后呢故事的主角 买延死掉了烂尾可怕的经验因应存在 所以呢我基本上就是不大追连载的 而比起恋爱浪漫类型的剧呢 我更偏爱的是推理悬疑类型的戏剧作品 所以如果你看剧的喜好呢跟我类似的话呢 千万别转台就接着继续看下去吧 第一部要推荐的呢就是最近热腾腾的刚播出的 谁是被害者 谁是被害者呢是一部悬疑推理剧 于2020年的4月30号呢在Netflix的平台上呢首播 总集数呢八集一次给到位不啰嗦 等于呢大家可以一路就是追完不用停 我自己呢也是在某天就是吃晚餐的时候想说 哎要开一部剧来配 就没想到一开呢就整个停不下来直接追到凌晨 然后整个啥掉一部剧这样 故事的主要演员呢就是我高中时期的男神张啸泉 还有现役女神徐伟令还有王世贤 谁是被害者呢讲述一名患有雅思伯格症 不擅长与人交流的见识官方毅任 在办理一件毁忆凶杀案的时候呢 那意外发现了一个可疑的线索 而真的所有的线索的证据呢都指向了可能是 以自己失恋已久的女儿有关 对此发疑任呢就决定要私下调查这案件的真相 并且呢与握有重要线索的记者徐海英合作调查 那在这一件件案件堆叠之下呢 方毅任最后才发现原来让真相水落石出的关键的钥匙 就是他已经缺失已久的那份情感 那在这个剧中呢我更反思而且喜欢的呢 是这个剧组所探讨的许多社会底层的议题 例如这个社会对于跨性别者呢的不认同感 还有跟生人犯罪出狱之后的人生 然后安养院呢资源布局 然后普遍媒体恶循环的生态 其实有很多议题就是也怕剧透太多 那因为毕竟每个议题就代表着一个人相对应自己的独特故事 而故事的前期呢你只会很单纯的跟着节奏想说 对于凶手到底是谁而感到非常好奇 那中间呢你就懂得哇原来这些人是 对这个社会上想要诉说自己那微弱的声音 那直到最终回的第八集 是我哭得最惨的一集 到底是死呢比较需要勇气 还是活下去比较需要勇气 我想每个人的答案都不一样 也也许呢你会在看完整部剧之后呢 得到那一份勇敢 总之呢这部作品呢非常值得推荐大家去看看 剧中的角色呢跟故事的情节都非常的缓缓相扣十分精彩 而且还有令许多人就是既害怕又称赞不已的美术道剧组 就是在每个命案的画面呈现上就是逼真完成度极高 成功的让不少的影迷呢留下就是那个有阴影的感觉 第二部要推荐的是想见你 想见你呢是一部奇幻悬疑的爱情剧 于2019年11月17号期呢在中式首播 总共有13集 故事的主角呢是分别由柯家燕、许光瀚、施博宇饰演的 那施博宇呢我对他其实不算陌生 因为之前就有看过他演越界这部Bio的戏剧 那许光瀚呢更是在想见你播出后 一要成为就是我身边许多女生朋友们 心中最想要交往的新国民男友 想见你的故事呢以双时空的主线故事并行 那分别描述了2019年的黄雨萱还有王全胜 跟1998年的陈韵如还有李子韦之间的故事 那首集呢以职场OL黄雨萱的生活点滴呢带出他因为男友王全胜不幸死于空难 始终无法走出就是失去自爱悲痛的心情 而刚好他的公司呢研究出一套软体 是能够找出世界上另一个与自己相似的人 他意外的发现世界上好像还有另外一个王全胜 而后他收到一个匿名寄来的随身厅包裹 他打开了随身厅听着歌曲却莫名的穿越到1998年 一个与自己长得一模一样的女高中生陈韵如的身上 而线索呢却指出这名陈韵如呢 会在1998年的那个小年夜的夜晚发生命案死亡 在多次的穿越来回的过程中呢 他们一起就是找寻这个案件的身相 并且识过爱情 在看这部剧情的时候呢 最令人烧脑一直纠结的就是那个 连绵不断的反转还有满脑子就是很多很多的疑惑 一直都没有办法梳理好整个的时间线 就是我甚至会一边看的时候 然后一边拿纸在那边画时间肘 就看有没有办法提前预料到什么 然后我就失败 我啥都没有预料到 然后从头到尾呢就让编剧疯狂的开始她的表演 直到剧中这样子 但是呢也会常常在小细节呢 做一些小线索丢求给观众 这点我还蛮喜欢的 因为就是我看剧的时候就有更起劲的那种参与感 而这部剧呢另外一方面呢也探讨了 一个青少年认同感的议题 最后一部要推荐的台剧呢就是 我们与二之间的距离 简称与二 本剧呢是在2019年的3月24号在公事首播总共10集 那故事的主角呢分别有贾靖文 温生豪还有吴康仁饰演的 故事的内容是在描述一起随机杀人的案件发生之后呢 加害者还有加害者的家属 以及被害者家属 辩护律师 然后精神病患者的 各方人物的心境还有纠葛 是台湾第一部以随机杀人案件为主族的电视剧 其中呢也涉及到目前就是新闻媒体报导的乱象 还有事件发生之后呢 往往这个社会上的舆论走向 与精神疾病或是思觉失调症的患者呢 面临到的问题等议题 并大胆的挑战了就是死刑 还有费死的这个敏感的界限 那这部剧呢还没播开始之前呢 我就看着主题曲的MV 然后当时我就落泪了 而且播出后呢 我更真的觉得相当的精彩而且深刻 每天呢 其实大家在打开电视机看新闻的时候呢 其实每一个新闻案件呢 都牵扯到无数个人还有家庭 包括我在内 其实我们通常都很习惯的 接收到片面的讯息之后呢 就认为自己的观点还有建议是最正确的 而这部剧呢 选择去呈现 加害者家属 还有被害者家属 在事情发生之后 生活的巨变 当两方的画面呢 都非常赤裸裸地呈现在自己眼前的时候 似乎你会觉得你什么都没有办法判断了 到底什么是好人 什么是坏人 你有标准答案吗 那尽管在这部剧就是已经播完一年的时间呢 这个社会上其实还是有发生过随机杀人的案件 就如同前一阵子一名思觉失调的患者 在台铁上将警察刺死身亡的案件 后来出神呢 就是判加害者无罪 然后引发许多人的哗然 其实在这个判决下来的时候 我第一时间真的下意识 我还是忍不住的会觉得说 这个法律到底怎么了 到底能用来保护谁维护谁呢 但至少是在我下意识咒骂 而且并且感到愤怒的同时呢 我又有那么一丝的念头就是冒出来 会不会我就是与二片中的那些旁观人 就是只用自己的角度 然后看事情指责别人就能让自己快乐 那我也在这个社群平台上面 看到有不少人对于这个判决的 不同的声音 也许是对立探讨都没有关系 但也正因为有了这部戏剧 你看这个社会还是有些微的改变了些什么 也许这样一连一滴的 这个社会真的就是有慢慢的在变得不同 慢慢的学会呢 可以用不同的角度去看事情 以前呢 可能是百分之一百的不认同还有怨恨 那现在可能会愿意停下来 多告诉自己几个或许 也许 尽管死刑跟废刑呢 可能哪是一个未解体 但是我很庆幸可以透过这个作品的呈现呢 就是让你我思维有着不一样的改变 我觉得这就是一部好剧的力量 那以上呢 推荐给大家的这三部台剧呢 希望大家有空的话呢 都可以去观看哦 然后欢迎有看的人呢 可以在下方留言一起讨论 对于哪些角色呢 或是哪个议题特别有感的 如果也有想要推荐其他的台剧给我的话呢 欢迎在底下给我留言 也希望你们会喜欢这支影片 别忘了要帮我按赞 留言加分享 还有订阅我的频道 开启小铃铛哦 那我是Nikki 我们就下支影片见了 拜拜 拜拜 感谢观看